所以這個就是五月看起來 到目前來講 方法操作學當中 現在美國股市在不斷的QE 四個階段的QE 其實它的漲勢是非常強烈的 就到今天為止 美國縱然在最近 在這個禮拜跌掉500多點 但是美國股市現在還在15000點附近 這是非常高的 所以就是說到目前來看 美國其實別人跌的比他還慘 所以你看到新興市場 像土耳其上個禮拜 一天跌9000多點 一天而已 所以它一個禮拜跌16000多點 那中國現在基本上 你看上陣 上陣去年底是2269點 現在上陣的位置是2252點 它是跌的 但美國的漲 相對來講漲幅是大的 所以我想這個錢往哪裡擺 現在美國基本還是強勢 強勢其實我等下回到請教 我們殷老師就是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其實瘋狂去投資 這個海外基金裡面的高收益債 這種高收益債其實現在看 新興市場也好 新興市場很多的債券 最近包括最強勢的東協國家 像菲律賓這一區的回檔非常強的 非常巨大 那這個其實也是告訴大家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你看追逐黃金 我們追逐澳幣紐幣 南徽幣加幣這種高息的貨幣 現在看起來都到了一個緩轉的狀態 那我補充一句 只要美元繼續搶像現在這樣子 資金流向美國美元搶的話 原物料的行情就印不起來 原物料印不起來 也沒有通膨的憂慮 所以這個是一個正向的那個影響關係 我想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你看那個國際的內液的價格 內液價最高五萬一千八 現在多少年一萬四千八百五十 五萬一千八現在一萬四 這數非常嚴重 內液價已經跌百分之七十一了 那你可以看到還有一個咖啡 咖啡原來一年前是306.25美元 每分咖啡現在多少126 所以那個跌幅是非常大的 唐的價格呢36.08 每分現在呢16.36 所以這個下跌其實幅度都非常驚人 我們回來以後再來請教殷老師看看 在這個全球巨變環境當中 其實那個投資的戰略是非常重要 你如果佔錯位置擺錯地方 你可能會招來一個非常重大的修理 所以我想回來我們再請教殷老師 我們看未來一個基本的投資情勢 好我們節目鑑定尾聲 今天的討論非常精彩 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QE 在要退不退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想今天我們殷老師跟吳家榮老師 都告訴大家 其實在未來整個國際金融市場 它是一個非常巨大變動的一個環節 這個環節當中請大家務必要注意的 過去你很喜歡的包括房金高息的貨幣 包括那些高息的債券很可能都有地雷 對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像台灣 我們有一檔基金高收益在搞那麼多 高收益在什麼呢 高收益在叫做漏售再見 那大家一窩蜂啊 台灣的大部分的錢都往這裡跑 其實它是一個不定期炸彈 隨時可能引爆的 我想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請殷老師來告訴大家 在目前一個高度的緊張的一個金融情勢當中 我們在整個投資上要有什麼樣的思維 我想高收益就代表高風險 這個是市場上大家都知道的 那這個新興市場的這種高收益債券 事實上它的風險是蠻大的 過去是因為在金融海銷的過程中間 美國跟歐洲都不好 而且新興市場嘛看起來這個 因為美元貶值嘛 他們盯住美元看起來 他們的這個經濟都非常的旺 所以說他們的債券就變成大家的首選 可是我在這邊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在這個亞洲金融危機之前 我們滿多金融機構跑去買印尼的債券 因為那個報酬率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沒有多久突然一下子 當印尼進入到危機 整個爆掉了以後 它那個債券很多金融機構都沒有辦法 這個都接受 都遭受很嚴重的損失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市場在動盪不安的時候 這一類的債券就風險變得很大了 一旦它問題冒出來的時候就糟糕了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金磚四國 各有各的問題 能不能脫困現在不曉得 而這個在金磚四國之外 其他的這個 周邊的新興市場現在好像都回檔 現在也都開始回檔了 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提醒投資朋友 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上 現在風險非常非常的大 對 這個風浪 颱風要來了 風浪變得很大的時候 大家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是 你萬一被這個風浪 捲進這個漩渦裡頭去的話 那當然要退出來 就是你的損失了 好 我想這個我們 殷老師在最後收尾的時候 給大家其實很多的提醒 這個提醒也告訴大家 其實我常講 投資學的定例當中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當然大家都往這邊跑的時候 其實我在想 下一次高收益在 對台灣所造成的傷害 絕對是大家難以彌補的想像 也就是說 當大家在這幾年 躺到甜頭以後 前副後繼 它隱藏的風險率非常高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新興市場 從金磚四國到周邊的 墨西哥 發現在的更廷 慢慢都開始回檔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 大家出了高度注意的一個 風險駐守在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 吳家榮老師 謝謝殷蘭平老師 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周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下周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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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周關於